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寧醫師 大家如果有訂閱 您下錄六十六號茶房Podcast的朋友 應該有聽過這本書 就是呂立醫師所寫的 聽傷痕在說話 當天我們在這個Podcast聊天當中 聊到了兒虐的幾種類型 有身體的虐待 心理的虐待 有疏忽 還有這個性虐待 但是大部分的家長想像到的 都是身體跟心理的虐待 我們今天再一次的邀請呂立醫師 來跟我們聊聊疏忽這一塊 以及什麼是代理孟喬生鄭厚泉 我們掌聲歡迎呂立醫師 呂立醫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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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邀請 我真的是上次意有未盡 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 沒錯沒錯 我都覺得還有很多沒有聊到 尤其是疏忽這一塊 我相信你的經驗有很多 到底這個疏忽在你的這個歸納下面 有哪幾種原因或特質 其實疏忽齁 其實你如果要講的話 也可以說一種冷暴力 孩子需要哪些照顧 很多基本的 從這個吃東西 睡覺 生活 上學 然後安全 它是有沒有在安全的環境 其中有個特別的類別 可能是醫療 然後就是他生病的時候 怎麼樣子應就醫 對 該就醫的時候維持健康很重要 這些都是疏忽的一環 因為剛才聊到這些身體心理 我們有可能會有想到就是 過去那種很貧困的狀態 然後孩子就是沒東西吃 然後鄰居把它接激 然後衣服就是鄰居說 怎麼那麼可憐 這個大概我想我們都有畫面 可是醫療的疏忽是 一般沒有辦法想像的 醫療的疏忽就是比較挑戰 因為他是 健康受到影響的時候 所以可能生病了 可能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到底怎麼樣 讓孩子盡量恢復健康 其實在這種兒童的人權 基本權 有時候我們就需要 藉由醫療的照顧跟這個處理 來幫忙他這樣 所以這個變很重要 書上有寫到這個 醫療疏忽的故事 是跟一個白血病的孩子的故事 跟我們聊聊這個故事 為什麼會這麼讓人扎心 其實書上有兩個白血病的故事 那我前一個故事先講短一點 那那個故事是一個孩子 八歲左右 那他媽媽是台灣人 然後在美國 爸爸是美國人這樣子 他生病不舒服就跑去醫院 他一看抽血 哇 發現白血病 發現了以後呢 他們就說這個要治療 結果媽媽覺得不可能 我的孩子 不可能有白血病這個事情 所以他就接下來 就跑另外一家醫院 所以他總共跑了四家 世界知名的醫院 全部都說是白血病 這一開始 否認是合理的嘛 一開始我心裡會有 Denine 這是合理的 找到四家 找到四家了 四家全部的說法都一模一樣 最後一家就說 如果你不治療 我就要通報兒笑保護 那就會把孩子安置帶走 然後就強迫治療這樣 所以媽媽就接受 只好有點被迫的 就接受那個化療的治療這樣子 那結果很不錯耶 他治療下去 哇 白血病的癌細胞都死了 對 但是要知道說白血病的治療 有好幾個療程 不可能一次就解決了 對 所以後來他就趁那個 他可以回家的時候就跑回台灣 他想說台灣應該沒有人管這樣 結果他跑到我們醫院來 我們醫院來也講一講 我們也覺得是白血病 報告都非常清楚這樣 結果晚上他就不見了 我們就趕快通報了 所以最後我們也在某一家醫院找到 那家醫院找到的時候 也是強迫再做一次化療 那做完以後就可以回家嘛 他就回家了 然後再也不出現 下次出現就在急診的 我們叫做到院前死亡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後來最後發現 他其實最後四個月躺在他們家的客廳地板上 他說不能再帶去就醫了 帶去就醫一定會被化療弄到死掉這樣 對 為什麼 因為媽媽一直覺得他沒有白血病 化療只是傷害他沒有用 對這個來說孩子就錯失那個機會 而且他是一次化療就緩解了 就那個癌細胞就不見了 所以他是癒後是好的 非常好 所以如果那時候媽媽有乖乖帶 現在應該已經上大學了 那件事情後來公權力有介入嗎 你們會這樣去執行嗎 之前我們其實有通報嘛 後來他就不見了 不見了那個家放中心也沒辦法 這樣子就很困難最後就死掉了 所以最近我們有另外一個 17歲的孩子 17歲高中 他媽媽是覺得他相信這個診斷這樣子 可是他覺得不要化療 化療就會害死我家小孩 所以你化療就是要讓他死掉這樣子 你們要全部兇手這樣 所以回去要吃中草藥 可是小孩是 其實他非常聰明 邏輯非常清楚這樣子 他就說不行我要治療這樣 所以剛開始我們以為他的白血病 是大概八成的距離會過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他拒絕的時候 我們就通報了這樣子 那我們這一次 終於就說如果你不治療的話 我們就安置孩子 他當然情緒每次都很激動 他說你們就是要害死我小孩 所以媽媽跟小孩就吵架了 小孩比較大了 14歲了他已經會上網了 高二了 他也知道這個問題 他也去Google也去看各種東西 然後聽了醫療的解釋以後 他說我要治療 很不幸後來兩個基因出來是 癌症的基因是很不好的 所以他的存活率從八成降到兩成 所以第一次來我們醫院是來急診 血色數只有三年 哎唷 差一個小時他可能就死在外面 真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孩子好勇敢很厲害 對 他為自己的健康努力出來爭取這樣 那當然我們花了一些力氣 勸他來加護病房 然後把在加護病房裡面做各種治療 然後就改善了這樣 對 我們當然也很擔心說如果真的到後面治療 是那個不幸的那個八成 治療不成功的時候怎麼辦 媽媽一定會說這是你們搞的這樣子 對 我可以理解孩子跟媽媽的這個醫護關係 所以他們非得要就是母子一命 可是其他家人不會勸嗎 還是類似這樣的家庭通常都是比較 孤單跟失能的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媽媽的心情 為什麼 因為他十幾年前 他的先生就是孩子的爸爸 就得癌症死掉 所以那時候有做化療 他對醫療已經失去心了 對 孩子每次只要跟媽媽講話 媽媽就是攻擊性的語言 你就是會死掉啦 你去那邊就是死啊 什麼什麼這些 這些其實對孩子是一個大的衝突 尤其在得了癌症這麼嚴重的病 家人竟然沒有支持他 他後來自己也受不了 就趕快希望還是安治 這個是法律層面 可以藉由安置 讓孩子得到一個好的照顧 暫時把媽媽在照顧者的身份上隔離出來 以前當年輕醫生的時候 就是這種乾火很旺 總是覺得說把媽媽抓來 就是你害死你小孩 一定是這種心態 這心態這樣做一點用都沒有 一點用都沒有這樣子 指責這個媽媽是沒有用的 那怎麼樣去用社工 或是心理師這種溫暖的方式去挽回呢 其實我們還在醫院一個兒校保護醫院的中心 裡面就有社工師跟心理師 那但是我們其實也找了兒童精神科醫師 然後去整個跟家庭會談 我們看得見媽媽其實有創傷 她先生因為癌症死掉 然後明明經過化療以後治療也死掉的狀況下 其實是很辛苦的這樣 弄到最後我們醫院還弄了律師去看這個法律的層面這樣 所以到目前為止她還活著 我想說如果她去年沒有來我們醫院的話 大概現在也是沒有機會這樣 我覺得這在我們整個醫療體系當中 大部分都是要建立關係 對 今天第一天現身關懷師 我很關懷你喔 你不要聽醫生的話那沒有用 但是經過了反覆長期 那漸漸發現你是真的關心我了 建立了那個信任感 她才勉勉強強再回歸到相信醫生的這樣的一個行列當中 對 我們醫院也是另外有個團隊叫 兒童友善醫療團隊 所以包括醫術音樂治療這些的人 專業人一起介入這樣 好 我們再聊到另外一個極端 剛才是醫療上疏忽的家長 阻撓孩子就醫 另一個極端叫做代理孟喬生 他是拼老命的讓孩子就醫 不斷的就醫 這又是另外一種 沒錯 他一直覺得孩子生病了 對 孩子有問題 健康有問題這樣 這樣的情況 我們當然醫療會做很多檢查 會看一下有沒有生病不舒服啊 怎麼樣 但是這種的話大概就是 很多都找不到什麼特別問題 以前也有新聞上有一個家庭 就是一個媽媽帶著三個孩子 然後他一年三個孩子就一六百次 所以健保就發現了這個奇怪這樣 然後小孩子做過大大小小各種的檢查 這樣全部都正常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中間其實有很多是這個 照顧者的焦慮的部分過度了 過度到他覺得一定有病 有人會說這是詐病 但是他詐的病不是自己生病的詐病 而是覺得孩子本身 明實解釋一下所謂的孟喬生 鄭厚君就是他自己覺得自己有病 自己一直看醫生這叫孟喬生 那兒科這個領域就有所謂的代理孟喬生 就是媽媽覺得孩子有病 可是我常常很好奇這些代理孟喬生的家庭 為什麼孩子要配合演出 你可以看到國外那個有一個最有名的案例 那個孩子媽媽說你不能走路 你殘廢 那小孩做了你做到十幾歲 我就很好奇他難道沒有不小心站起來過嗎 其實我剛好另外想到一個病叫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這樣 就是受害者的這個人為什麼會一直配合 一部分是因為那個就是他的家人 然後他就覺得父母親就是對他好的人 照顧者就是對他好的人 他唯一的依靠 如果沒有這個照顧者 沒有這個父母親或照顧的人來照顧他 那誰要照顧他 他可能就被送到不知道哪裡去 有更好嗎他也不知道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看到這些孩子 甚至你要說洗腦也可以 就是他已經被教導說你現在就生病 你現在就不能做這個事 你頭髮就是會長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要把他剃光 外表就看起來就像生病的孩子 然後心裡也會告訴他你就是生病的 那解決問題一樣 我們指責媽媽說你不要再害你孩子 你孩子沒有病 你就是帶領孟橋生 我相信這樣也是沒有用的 也是沒有用這樣 所以怎麼辦 有時候我們也看得出來精神有些焦慮 憂鬱有些狀況需要就醫 但是大部分都不覺得 我沒有問題是小孩才有問題 不要搞錯這樣子 所以中間的配合跟支持的這個部分 就非常大的困難 所以很不幸 現在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 把孩子安置 這就跟暴力虐待其實一樣 照顧者有那個虐待跟這個的行為 或是甚至性侵害的行為 最後都是好像我們一個方向 就把孩子帶走 我們其實希望是重整家庭 希望跟家庭互助合作 改變親子教育 改變一些方法 然後照顧得更好這樣 最後如果今天這個影片 假設真的讓某一些醫療疏忽的家庭 或者是帶領孟橋生的家庭 他看到假設真的這麼好 發現他有自覺了 那麼他應該尋求什麼管道去帶給自己幫助 自我覺察太重要了 就是如果注意到 我照顧這個孩子有困難 其實很多疏忽的部分 有時候就是有困難 家庭經濟不好 或是沒有適當的飲食 或是自己壓力太大 也沒辦法照顧孩子 這個其實我想就是 可以去找社政單位來幫忙 其實也有一些的這個 基金會協會是可以幫忙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需要跟社公司 跟心理師跟專業人員去探討 看看怎麼樣能幫孩子 上次我們在Podcast的時候 我聽到李醫師講一個很 真的是很棒的觀念 就是你說在國外 其實很多人是自己打電話 113家暴專線 因為很多人都把家暴專線 當作警察單位 就是我打這個電話 好像警察要來抓我 但其實這個概念是完全不對的 這個家暴專線 其實是讓你可以得到幫助的一個管道 剛才李醫師說 我們可以找社公司啊 可以找一些資源來幫助 可是我去哪找呢 如果 113也是可以 對不對 就是一個三個套碼 那你不要把他當作警察來抓我 你想說 這是我找到幫助的窗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沒錯 因為如果113或是通報的狀況下 他們就會做評估 那評估有時候是需要資源幫忙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資源引進來 然後他也可以連結各式各樣的資源 不管是公家的或民營的資源進來這樣 但是其他人在旁邊也可以幫忙 所以可以靠通報的方法 去幫忙把這個資源連結在一起 給孩子個更好的機會 我們今天雖然分享很多很辛酸的故事 但因為我們都是兒科醫師 我們最主要是希望我們孩子能夠 在還不成熟的狀況下 被周遭的人好好的保護健康的成長 身體跟心理都一樣 那這社會並不完美 有很多的家庭或是有些照顧者 他本身因為教養的挫折 或是經濟環境等等的影響 讓他沒有辦法成為他心目中 想像中的好的照顧者 我們其實身邊的人 如果能夠多一點支持 不管是言語上的支持 行為上的支持 經濟上的支持 甚至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但可以打個電話 找一些社工的單位 或者是專業的人士 去給這個家庭幫助 相信都可以減少 今天所聊到的一些疏忽 或者是其他 我們不願意面對的 照顧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呂醫師 也非常謝謝他這本書 聽傷痕在說話 希望大家可以從書中得到一些啟發 也帶給你孩子更好的祝福 也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黃聰靈醫師健康講堂 也可以按超級感謝的鈕 來給我們的製作團隊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